中国的佛跳墙你们应该都看腻了吧 今天来看看法国的 这道菜被称作人类所能做出最美味的牛肉 老师你们切洋葱的时候会不会疯狂流眼泪啊 我有个百事百灵的方法 就是让对上来切 红酒用最普通的就好 一整瓶倒进去也不会心疼 放上保鲜膜 放进冰箱里面冷藏一碗 第二天颜值好的牛肉 就会呈现非常好看的酒红色 颜值的红酒千万不要丢 除非要捞出浮沫 有很多人跟我说 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做一道菜 真的很浪费时间 但是要知道 这也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 羊肉和乳酪草子断生 把牛肉倒进去 还有之前煎好的培根 来一点白兰蒂 增加香气 这法国佛跳墙的配方真的很简单 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可言 只要你跟着步骤 游手就行 在这期间你可以炒点糖蒜还有口馍 不得不说 这牛肉的味道闻起来也太香了 东西结合撒点香菜装饰一下 特有的红酒和牛肉的香气 迷茫在整个房间里 连锅直接都认出 就可以开始享用了 因为用红酒浸泡过 里面的酸性成分让牛肉变得特别的嫩 一夹就断的程度 我可不管别人怎么吃 作为一个烫水脑袋 搭配米饭真的超绝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